一年一度的美国火人节遭遇意想不到的暴雨袭击 为其一周的反文化艺术节变成了一场泥泞的噩梦 超过7万人参与了这场活动 原计划是参与者在内华达州黑石沙漠输赢 创作并展示艺术作品 最后燃烧一个大型木人 标志着节日活动结束 9月4日 火人节组织者重新开放了通往偏远的内华达州的道路 让数千名被泥泞困了数天的参与者得以逃脱 但截止周一仍有64000人滞留在沙漠中 许多人可能会选择再住一晚 观看节日的同名巨型雕像在周一晚上点火 比原计划晚了一天 当道路最终重新开放时 一长串车辆蜿蜒穿过沙漠 在严重的交通拥堵中缓慢前行 活动组织者敦促司机放慢速度 并考虑将出发时间推迟到周二 以减少交通流量 比原来城外故产化 快速dd兩成全匙 放行跡 肉精 急山 放行调 划